女孩慌忙躲进了停尸柜 此时的女孩又惊又怕 但她却不敢发出一点动静 因为外面正有一名杀手 随着一阵枪铃弹雨 女孩被吓得紧紧抱住一旁的尸体 就当外面安静下来后 面前的柜门突然被打开 原来是治安的叔叔及时赶了过来 带着他安全离开了这 没想到十年过后 叔叔也离奇死亡 并且给治安留下了一大笔财富 就在他疑惑 叔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时 在发小的追查下 治安终于得知了叔叔的真实身份 叔叔其实是一名军火商 就在他不以为然时 面前的电脑收到一条短信 上面赫然写着 郑治安 你的死期到了 正当两人一脸惊慌时 他们赶紧来到客厅查看 却被眼前的一幕彻底吓坏了 自家的围墙竟被炸成了废墟 还没等他们缓过神来 一架无人机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更可怕的是 上边装载了巨型高射炮 随着一阵猛烈的攻击 好在叔叔家的玻璃都是防弹的 这才让他们没能被炸成筛子 紧接着 他们想打电话报警 发现手机却没有信号 刚准备从后门逃 不料一架无人机早已等待多时 看着面前的防弹门 治安认为叔叔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就当他们惊讶房间里的构造时 但周围的无人机将整座房子死死包围 下一秒 几团黑乎乎的东西 直接护在了玻璃上 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定时炸弹吗 随着一阵机枪扫射 两人任由他人被宰割的羔羊 慌乱之下 他们各自躲进了一间房间 吓得男孩急忙躲进了一旁的铁柜中 随着几发子弹打在了铁柜上 子弹硬是不能伤他分毫 就在这时 柜门突然被无人机炸开 就在男孩危在旦夕之时 好在治安拿着弹弓及时出现